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 在河北搏头市周关屯的300位村民按手印 为法轮功学员王小冬请愿事件发生以后 近日在传河北唐海县 562位民众签名按红手印 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郑向兴 中国百姓的举动引起了国际关注 5月31号 大社国际发出紧急行动倡议书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 这两起中国百姓集体按手印请愿的事件 今年4月 河北省搏头市赴镇周关屯村 全村300户 每户派一个代表签名按手印 最后加盖公章 要求释放该村法轮功学员王小冬 这个被称为300手印的事件 经网络曝光后震动了中共高层 上个月29号 河北唐海县法院开庭审理 法轮功学员郑祥新案件时 辩护律师当庭呈上 562个唐海县百姓签名案首印的联名信 要求无罪释放郑祥新 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 它设法使法轮功妖魔化 就是用钱用火炎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 而且企图把法轮功跟社会各个阶层隔离开 他们这些企图全部失败 而且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头 修炼真善忍 法轮功这些好人 这社会上的人们是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公开请愿 这些签名 这些事情上面 大家有个普遍的共识 什么普遍的共识 就是这些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 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人 据了解 郑祥新在唐海县石厂厂部 经营小家电店 从来不卖假货 次货 对店中卖出的电器负责到底 相信在他家买东西都相当放心 郑祥新却因为修炼法轮功 制作传播法轮功资料 而遭警察抓捕 面对判刑 王晓东同样因为修炼法轮功 而遭抓捕 关押 近期国保警察还不断骚扰 威胁 联名按手印的周冠屯村民 并四处搜捕呼吁救援的 王晓东的妹妹王俊玲 目前王俊玲和另外法轮功学员 唐建英和康兰英 同遭抓捕 关押在博头市看守所 法轮功有什么错 但是对法轮功采取这种残忍 这种迫害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这个找为世界各国所不辞 那么现在这种做法越来 越抵挡不住人民的一种 这个是不满 人民的越来越 这个是勇敢的站出来 他们肯将盖章 然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觉得这个政府不能 这个眼睛蒙起来 那装着看不见 5月31日 大社国际发出紧急行动倡议书 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关注 三百首印事件 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王晓东 即因营救王晓东而被关押的妹妹王俊玲 大社国际倡议国际社会各界和个人 以中文或本国语言 用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 将紧急倡议送至中国总理温家宝 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和博头市市长谢荣科 就是说干脆来个全国大联名好了 所以我们法轮功律师在外面也想呼应 也想呼吁和呼应 我们希望中国各地的民众 不管是村也好 乡也好 区也好 你们当地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 你们能不能够也像河北省 这个村的村民一样 站出来 替法轮功学员讲一句公道话 其实这不只是为法轮功学员讲一个公道话 也是为你们自己的环境 将来走向正常的法治途径 去争取权利 现在大陆门户网站百度 以解禁河北三百村民按手印 人权律师唱北京大审 江系血债派等关键字 这是大陆民众有机会通过网络 接触民间集体声援法轮功的讯息 高中看到这种变化了以后 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人继续采取这种方式的话 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日子也不多了 他们应该能够清醒地认识到 当中国百姓都要觉醒的时候 那就是独裁体制 民民党的时候快到了 迫害确实不得人形了 整个民众起来反对 这已经是一个潮流了 那么我们在此来告诫 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直接和坚决的真人 你们唯一的出路 就是立即停止一些迫害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震动了中国大陆各个阶层 追求真善认的法轮功学员 在遭到中共政权 长达十多年的残酷打压后 民间逐渐发出 甚至挺身而出声援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认为 中国社会正面临一个转型的时期 所有的人都面临一个选择 站在历史正义的这边 或者走向版面 他希望中国百姓在这个时刻 静下来拷问一下自己的良心 能够站出来 为正直的法轮功学员 说句公道话 新谈的记者取名 吴慧珍综合报道